红斑性狼疮案例 有人介绍我用醋洗 洗完了第二天更痒 红斑更多 这些年来我时常胸闷 睡不好 头晕 走路也不稳 手脚冰冷 没有力气 体力一天一天愈来愈弱 血压高 胆固醇也高 心脏肝肾都不好 生命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 一种折磨 2013年有朋友介绍我 到张昭汉医师原始点医学 在旧金山的推广点 志工介绍我原始点理论 给我DVD光盘回家看 每天都煮姜水给我喝 每天帮我按推两次 并交代我要24小时温敷 推广点的志工 试着用姜泥涂在我的红斑狼窗上 再用保鲜膜包起来 刚开始几天 很肿 很痛 无法忍受 大概一星期后 我可以维持12个小时才拿开 皮肤也不再流水 也比较不痒 有些地方也开始慢慢结痂了 真是很神奇 以前我爬楼梯三节也爬不上 现在爬楼梯四十节也可以了 体力也改善了很多 身上的红斑也消失了很多 也不再那么痒 按推温敷涂江泥 2013年12月8号开始 每日早晚全身按推一次 温敷12个小时以上 每日饮用自制碧鲁有机干生姜片 180公克熬煮的姜水 每日用姜粉加水成泥状 涂抹在皮肤上 用胶布包住至少12个小时 需要停止使用 在双臂上涂姜泥 双臂涂完姜泥 用胶膜包住 双腿上涂姜泥 用胶膜包住 两星期后 右手臂上明显改善 2013年12月8号 2013年12月23号 两星期后 左前臂明显改善 2013年12月8号 2013年12月23号 两星期后 左后臂明显改善 2013年12月8号 2013年12月23号 2014年2月3号 约两个月 红帮开始结佳 红帮开始结佳 不再流水 2014年2月11号 又过了一个星期 红帮不再搔痒 结佳处开始脱落 变得平滑 2014年2月11号 63天之后的右手 2014年2月11号 63天之后的腿部 前后共计141天 手部变化 2013年12月8号 2014年4月29号 腿部变化 脸部变化 处理前 眼皮红斑明显 处理后 脸部及眼部 变光滑有光泽 2015年12月 我真是感谢张昭汉医师的慈悲 原始点医学让我重生 今天我讲我的处理过程 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红斑狼疮是有的救的 有红斑狼疮的人不要灰心 去找张昭汉原始点 推广点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